准备一个巴掌大的紫砂盆,在盆的两边摆上提前准备好的松坯石,并留住一条小盒 在盆底倒入木粉并用骨架脚把石头盒盆连接在一起 在石头的缝隙底部塞入生化棉,用发泡脚把石头缝全部堵住,去掉调水开关换成生化棉 在盆底放入水泵,在盆底倒入青石做出水位,放入提前泡好的干水台 在水台上面铺一层吃鱼土,在小盒上面修一座桥,放一个准备好的雾化仓 在乌化仓两边各放一块松坯石,把乌化器放进乌化仓 把出水口接上三通放进乌化仓,然后再点缀两块松坯石 用发泡胶做出河道,放上一颗养了多年的蚊竹 再放一颗仓谱,再放一颗仓谱,再放两个芙蓉桶,最后再点缀几个网纹草 在发泡胶半干时轻轻按压,在河道上面撒上粗合纱 撒上骨架胶固定粗合纱,然后再修一座小房子 加入吃鱼土盖住植物根部,用纯净水把土壤全部喷湿 涂上提前准备好的短绒苔显并轻轻按压 用纯净水把苔显全部喷透,找一块生化棉盖住乌化仓 用一块短绒苔显盖住乌化仓顶部 别忘记再加门口修一条小路,再喷的底部倒入细流沙 加入提前准备好的纯净水,再放上几条可爱的小鱼 打开乌化器测试乌化效果 最后再放上一个钓鱼的老头,然后再吹上一口仙气,完成